夫妻宿情人觀景臺 410公尺 好漢坡,不能走 風起來了,地基掏空 好漢坡 瑟夫山在這個山的後面 才叫做壽山 雲仙境,80公尺 好,來雲仙境走一下 好,來,魚 好,來吧 好,來,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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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幽蘭部落 這些應該 不是林蔭,就是芒果 這是雞蛋花 種的不一樣 雲仙進 幽蘭部落 沒有開放 本日公休 週一公休應該不是 今天已經是禮拜三了 來自撫 好 在那邊 就看起來 有的 也 在那裡 這是 好久不見 然後,正繼續走 下來了,80公斤,雲仙境沒有開 在那個夫妻宿情人觀景台 現在是4點01分 從一點半玩到現在,還行 情人觀景台 110公尺 情人觀景台,分分鐘的時間 煙火放完 也不會順便把這些 再走 真的是 真的是 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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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觀還是不錯 好吧,沒幾步 就到山下了 可以省25塊錢 街坡車的費用 不過我一開始 很像有看到街坡車是免費的資訊啊 怎麼變成要錢了呢 不過說真的 雖然是短短的距離 不過 上坡的話 坐一下 因為畢竟他們有在維持這個 路上的環境整潔啊 路上的環境整潔啊 在管理 所以 這個還是 需要平衡一下支出的 如果說一個人接駁也 都這些錢 或是不用錢 這樣 對一個企業是 除非說他有另外的管道 然後這些只是 促進觀觀的手段 那我就覺得還可以接手 不過 如果 散坡真的是可以坐一下 畢竟是有一點點 距離的 因為我是比較喜歡 運動的那一種 所以如果 可以用走的話 當然是 能夠走 絕對不用坐 兩棟樹 休息站 雨棟樹 Sorry 不是兩棟 是 雨棟樹 休息站 然後 看到了 就這樣子 小小的一區 不過 都已經被 雜樹站滿了 所以剛剛從那邊 就是從那個樓梯下 雨棟樹 雨棟樹 這個還是要稍微 整理一下 不然這麼好的空間 對 著實有點覺得可惜啊 好 好 我來浮氣樹 放到一個鳥窩 鳥巢 生一下樹葉 這鳥巢就給它留著啊 這鳥巢就給它留著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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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蝠微信 原來 原來 不妨礙了 為什麼叫夫妻宿呢? 可以休息的地方 就是沒有整理,有點可惜 阿公電寫庫 1.14公里 可以的 飛防仙境 那是 有些人 KRK還是GOOSE 好 呼啦,咬得很大 這應該是芒果樹吧 但這兩盤幾乎都是這種樹 都是開這種花 影片的內容可能有快一個多小時吧 那我打算 把它 把甘山之眼的部分 或許可以把它獨立出來 其他就是 小甘山 爬山的體驗 然後就這樣子阿公店 拋一圈這樣子 這麼快 小甘山入口 霍基礎 阿公電水鋪 可以 我在天津 水鋪 水鋪 所以應該是割舍 看起來像 人不可能住在都是網子的地方 這有點像是漫步帶航骨的感覺 只是比較偏在山上比較郊區的地方 差別就是它旁邊兩側沒有銀杏樹 就這樣,還有風速,風跟椅子 有的話又是在銀杏旁邊 這是喜割舍的感覺 感覺這邊應該是阿公店水庫的裡面 所以我就打算 不要走馬路 馬路那個 馬路那個黑煙一氧化上太難了 乾散治癒 現在上面人蠻多 上面有蠻多 煮的 所以我剛剛這樣子 花了60塊錢 這樣子 然後全部 就我一個人在橋上 的感覺 著實覺得爽快 是可以的 好不好 選這種比較沒人的時間過來繞一繞 也比較舒服 話說如果要從下面走到走上去 也是 也是還蠻 也是可以的 不會說很累 就是需要時間 在這邊 好嗎 我已經拼了 好嗎 好嗎 準備好嗎